下注初世代疫苗 提升初五保护力 接下来请收看快乐修行录 尊贵的导师 索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 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 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 耶席喇嘛原集了 索巴仁波切 意间独挑起领导部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仁波切所有的时间 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体力 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孩子们长大之前 我觉得很有必要尽量和他们在一起 引导他们 做他们的模范 我由补养地想了解 如何把教养孩子当作佛法修行的一部分 父母可以为孩子们做的最好的事是什么呢 我如何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人呢 不管你懂得什么佛法 都可以尽量用来帮助教育你的孩子 你可以把简单的修行 持咒 礼拜和供养佛 引进到日常生活当中 教导你的孩子 本着菩提心上学 为了救度其他友情 并带领他们成佛 强调善心 和以慈爱对待其他友情的重要 让你的孩子们长大时具有这些品德 同时要强调他们 对其他友情的安乐负有责任 包括昆虫和动物 如果你的孩子休息慈悲 其他友情将不会被他们伤害 而会获得和平与安乐 这一切都来自于你 因为你帮助孩子发展 这非常重要 不管你的孩子长大后会富裕或贫穷 都要抱持这种形态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孩子休息慈悲 其他友情将不会被他们伤害 怀着善心慈心地对待其他友情 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最近吵得很凶 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相处得更好 尤其是我的兄弟姐妹对父母非常生气 我很担心他们会因而造像严重的恶业 我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家人呢 告诉他们 我们认为来自外在的安乐 实际上来自内在 来自我们的心 困境也一样 事实上 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来自外在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想法 虽然事情或许看起来好像是来自我们的心之外 其实那些只不过是令困境生气的住院 你可以对兄弟姐妹们说 不管他们认为父母对他们造成了什么伤害 如果他们过去没有对父母造恶业 现在也不会无缘无故被父母伤害 或者有不愉快的经验 要记住 业有助于我们休息安忍 让我们不至于因为生气而住下伤害 今生的父母是非常强势的对劲 我们的身体是由他们生下来的 甚至只要稍微对他们不敬 造下的恶业就非常严重 必须经历从今生一直延续到来生的果报 甚至只是稍微服侍或尊重父母 都会带来非常强势的果报 今生就会受果报 并且延续到来世 因为这是针对父母这样的强势对劲所造向的业 是三种业当中的一种 今生就会受果报 第二种业来世才会承受果报 第三种业则要到多世以后才会承受果报 比父母强势的对劲 是出家众和已经解脱烦恼与夜束缚的阿罗汉 比无数的阿罗汉更强势的是一位菩萨 因为菩萨已经证得菩提心 如果你怀着不恭敬的心看一位菩萨 所造的恶业超过把三界每一位友情的一只眼睛挖掉 如果你以尊重依止的心看一位菩萨 所造的功德远胜过不思三界的一切友情 菩萨就是这么有力量 还有 一尊佛比无数的菩萨更有力量 而比无数诸佛更强而有力的 是你自己的善友 上师 这些是你生命中强势的对劲 所以甚至仅是对他们稍微表示不恭敬 都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越是强势的对劲 恶果就越严重 因此 你想要设法帮助兄弟姐妹与父母和谐相处 这是好事 以免他们对父母造下恶业 生气于世无补 那会在心中留下喜气 种下的种子会导致将来一直不断地生气成形 当你认为某人不好 也就是安利他们是坏人 然后以牙还牙 不但无法减轻其他友情对你的伤害 反而导致将来受到其他友情更多的伤害 为了帮助自己 也为了让自己和其他友情都获得保护 和平与安乐 明智之举便是 从今以后 不要用生气或伤害回报其他友情 最好是对他们修慈悲心 即使只是稍微服侍或尊重父母 都会带来非常强烈的果报 今生会受到果报 而且一直延续到来世 父母篇 你可以试着让父母快乐 但不能期待他们总会觉得快乐 尽己所能 常常去探望他们 要报答父母的慈恩 最好的方式 就是对他们解说佛法 鼓励他们实修佛法 这样 你就能使他们获得好的转世 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解脱轮回 只给他们世俗的安乐 终究无法帮助到他们 让父母看到你应执欲佛法 而找到安乐与满足 或许会让他们印象深刻 而想了解何谓佛教 在此之上 你应该更爱他们 更仁慈待他们 这铁定会让他们对佛教感兴趣 进而去阅读 学习 或甚至参加上师的教授 你能报答父母恩惠的最好方式 让他们对佛法感兴趣 并对他们解释佛法 如此 你将毫无悔恨 不会觉得 哦 我没有为他们着想 我没有帮助他们 此事的父母 在你生命当中 是非常有力的对境 他们生下了这身体 即使对他们显入 为少的不敬 都会造下沉重的恶业 即使表露 为少的尘世和敬爱 带来的果报 是如此有力 在今生就会开始经历到果报 并持续到未来事 小孩篇 小孩让生活如此复杂 但如果你计划 给一位在寻找人生的友情人生 而且你知道如何养育他 可以让他的生命对世界最有利益 你有良好清楚的计划 那就不一样 有了这样的计划 你可以好好经营 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计划 那么拥有一个小孩 只是为了个人的享乐 就像养一只狗 小孩是一位需要人生的友情 那是善去友情的身体 这位友情在过去造了善业并持戒 所以现在能投身为人 你提供顺缘帮助这孩子得到人生 无论这孩子是你的或是别人的 善人的恶人的都是一样 许多人想着 如果有小孩 生命会是多么美好 就像在净土般 但之后 当他们有了小孩 他们完全没有时间 禅修或休息 他们晚上不能睡 因为孩子会醒来 白天也是一样 最后 他们根本没时间休息 母亲为了小孩 必须忍受极大的艰苦 做出很大的牺牲 生产时忍受许多痛苦 日夜看顾小孩 不得休息 孩子长大后 会带给父母许多困扰 父母花许多年的时间 在小孩的教育和工作上 给予食物 衣服和教育 小孩能利益这世界 父母的一切牺牲才值得 生小孩的目的 是以善心抚养他 如果你有小孩 却没有计划 不但不会在世界上 增加仁慈 耐心 容忍 宁静与安乐 只会有更多麻烦 我认为是否要有小孩 大半取决于这个孩子 将有什么样的生命而定 每个孩子有他自己的业 今生会如何取决于 他们过去的业 及今生职育的缘 父母是一种缘 对孩子的一种影响力 许多小孩 承袭父母的想法 举止和生活方式 所以父母有很大的责任 既然你给了这位珍贵的友情生命 他是数不清的友情中的一位 身为父母 你们负有完全的责任 养育这个小孩 成为非常好的人 对一切人类友情 充满悲心 充满佛法的智慧 和所有新的珍贵功德 普世责任感 宽恕容忍等等 如果孩子怀着自私的态度长大 怀着称怒和不善恋 造作自私的行为 他们不但不会带给世界和平 反而只会带给他人伤害 给父母制造问题和忧虑 引起烦恼 称怒和损失 带给世界伤害 带给家庭不快乐 会发生这种事 就算只有一个小孩 或一个人培养善心 当他有影响力或权力的时候 就能带给数百万人 许多宁静与安乐 所以教育小孩拥有善心 对他人仁慈慷慨 觉得对一切友情的安乐 负有责任非常重要 因为孩童花在家里的时间 比学校多 所以父母也应该培养善心 慈爱 悲心 对他人仁慈慷慨 有普世的责任感 感受到自己对一切友情的安乐 富有责任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受普世的教育长大 有善良的心 在每日生活中 在每日生活中对动物 人类和任何友情羞慈爱 无论何时 孩子看到任何好事发生在他人身上 应该修水洗 并以满他人的愿 承办他们的安乐为目标 我相信你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 每一天 随时随地 学习关于生命 学习关于心 学习关于轮回和轮回的体性 学习解脱 涅槃和成佛的重要 学习对一切友情的悲心 学习友情是如何在受苦 为人父母者应该水洗 并觉得非常高兴 能给这位友情忍生 因为有了忍生 就能让这位友情修学佛法 你有机会能给予一位 友情修学佛法的姻缘 不只是学如何解脱 而是成佛 对你们而言 应该是极大的喜悦 孩子跟父母有业缘 和整个家庭有过去的业缘 所以特别投身于你们家 这一直你有责任照顾他 照顾不只是 只照顾孩子的身体 最重要的是 借由逐步教导孩子佛法 而照顾心 既然这个孩子 有幸投身于一个佛教家庭 就有机会成为佛教徒 并执欲佛法 所以 这个孩子 变得比投身于非佛教的家庭 更为珍贵 因为孩子要修持 学习 实修佛法 实证菩提道 并成就解脱与成佛时 不会有任何 从父母方面而来的障碍 有情投身于佛教家庭的原因 是为了执欲佛法 他们有极大的优势执欲 学习 修持佛法 你应该教导他们 安忍 悲心 慈爱 即对一切友情的安乐 负有责任 以此养育他们 并教导他们 把修行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孩子越在菩提道上培养自心 不伤害友情 带给一切友情安乐 他将不仅会拥有暂时的安乐 还会拥有究竟的安乐 恒常的安乐 解脱 无上的安乐 和佛果 就算不可能带给每个人快乐 至少必须不伤害他人 带给他人安乐 对一切众生是无害的 无论你为了照顾孩子 而给了他们什么 例如教育 都是佛法的修持 不失 孩子给了你机会 修持不适合戒律 不伤害他人 只利益他人 此外 孩子也给了你机会 修持许多年的安忍波罗蜜 孩子的降临 尤其教导你安忍 佛陀修持六波罗蜜 不是一两年或一两世的事 而是三大阿僧奇节 现在 这个孩子给了你机会 修持不时 供养食物 住所 衣服和钱 并修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波罗蜜 和孩子相处时 常保你的心是善的 这孩子给了你机会 修持六波罗蜜 所以你能迅速成就佛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持中华国际施实协会 邮政华波 护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实协会 华波账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小神通月 功德日 善恶行 成十亿倍 慈悲之夜 高雄中山书方 举办三十系列 超度法会 护生纪蒙山诗石 恭请惠泰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神众共同领众 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同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之夜 诸善行 十方信众 共成就 既见信念 归净土 名阳两笔 度有情 特为子安地藏殿 英灵牌位 及报恩殿 所有历代祖先 做超度 佛教慈悲之夜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中风三十系列 超度法会 恭请广顾法师主法 及法部指导僧众 共同民众 日期12月9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宜然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同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乐观音道 大叶之所所皆成就 成为之心啊 深深心啊 大叶所随传法轮运 一切身心发遍深啊 大叶之所所远的何生 一切伴侣爱所有的恩 大叶我临上去等见我 我流离宝极平如斩 在柔软为妙缘 所有落起来 国庄也难 大叶方为今宗华佛 我愿民赐草无缺少 大叶大叶远之所 大叶之所 大叶三无故事阵害 无能显安 大叶重重伽宝似所身 大叶之所 大叶主帮相拥 大叶主帮佛 大叶主尚传法软远来 我必闹爱 出众生爱 爱被随净凉得寂寂 因此私心安 热去安 爱神观世带我赞兵 祈受罪生爱 出众世爱 爱我见三保神观业 我今已交既有名爱 爱为人世被吹架火 爱我自来看出意 来来来来 不来来来 不来来来 三母来来 三母来来 三利亡 我不得四天来 不得三利亡 我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